中美双方今天上午的会面 当然谈及台湾问题 张有霞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预约的红线 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但台独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 坚决反毒促统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使命职责所信 对台独势力的肆意挑衅 我们必须予以反制 中方要求美方停止美台军事勾连 停止武装台湾 停止散步涉台虚假叙事 美方是搅动南海局势动荡的最大黑手 也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 正是美方的怂恿支持 站台背书 才使得非方有恃无控 一再挑衅 美方妄图以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吓唬中方 完全是徒劳的 只会激起中国人民的更大义愤和斗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